全程33分钟,西安机场成绩轨道长啥样,带你实地探访。 机场成绩作为我省第一条成绩铁路, 连接西安北站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路空两大综合交通枢纽, 是我省十三五重点建设项目。 机场成绩线起自西安北站北广场, 折向北沿明光路大唐电厂关桥跨越卫河, 机场专用高速后转向西, 沿北环线铁路经西咸新区青汉新城, 空港新城核心区, 向北以地下孵设方式经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规划梯五航站楼后, 至终点机场席站, 西安北至机场成绩轨道项目在建设过程中, 攻克多个难点, 虽然机场成绩具体通车时间未定, 但刚才机场成绩负责人接受媒体群访时说, 截至目前, 机场成绩已经具备了安全运营的所有条件, 今天已经有部分附近站点的市民前来试诚体验机场成绩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